当电影里我们有变形金刚 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榴莲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榴莲当头我是恩池 自由高家我是妍妍 天马行空我是迦玛 早上 好那我们今天是来到了六月十七号 星期二的早上八点零一分 那今天早上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有点奇怪 因为我的生理始终有点乱 昨天喝了一杯咖啡 然后昨天搞得凌晨三点多才睡得着 好痛苦 所以有的时候咖啡是可以提提神 但有的时候反面效果的时候 就是会让人的这个睡眠始终给打乱 女人是非常麻烦的 这不干女人不女人的事吗 因为我过去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你自己都搞不清楚状况 就是该喝咖啡时候喝咖啡 不该喝咖啡时候 你应该不喝咖啡 这个可能是说到了 让男人来管理女人比较合适 这样子他会记忆会比较清楚 但是男人不让女人来管的话就惨了 麻烦就大了 因为很多时候会有变化 因为你现在年轻的时候很能睡 喝多少杯晚上喝也没差 还是可以睡得像猪一样 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 可能身体也老了 你知道吗 就会有不同的反应 很多时候都是充满变数的 就算是大选一样也是会这样子 你以为这样这个时候呢 一个人站上风 可能靠近选举的时候 来个翻盘也不一定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印尼总统 我们前几个月一直都跟大家 有在做一些跟进的一些报道 那我们也常提到这位人士 就是这个祖克威 多多 祖克威威 他本身的相当热门 这个受欢迎程度也非常高 大家都会看好他说 或许这一次的总统可能就是他 但是呢 现在就有一些民调 不断的去做一些 算是调查 或者是了解一下一些民情 发现说 当然就像我们这样 有一些基本盘 但是他们的所谓的游离票 也高达40% 所以这40到最后 左右摇摆不定 到底是会投给谁呢 我们就看说 到底什么因素 可能可以让这个局势有些转变 我们来到了媒体 媒体的也是很重要了 其中这个 来自印尼行动党的 这个普拉伯奥 他本身呢 因为拥有这个媒体的一些影响力 本身也拥有 集团也有几家的一些电视台 所以呢 就是 就让他在电视方面 就报道 一定就是有一些倾向度了 就把他的报道啊 所以可能说他经过这样子的一些电视上面的宣传 让他就变得占了更高的优势 我觉得可能那个 邱光耀派了一个顾问团 到印尼去了 就是支持印尼行动党 这个普拉伯奥 普拉伯奥他 他占有的收视率是挺高的 相比较 相比较多可为多多 对 那么 他的支持者是这个传媒大亨 对 一般的电视观众都是看他的电视 对 普拉伯奥他的支持者 他有两个传媒大亨 一个是巴克里 另外的一个是陈明利 是两个 之前我记得陈明利想竞选副总统来着 跟这个普拉伯奥 他们两个一起竞选副总统 但是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报道里 他两个传媒大亨 所控制的这个传媒的 所控制的传媒的这个 整个的覆盖率达到全国的44% 而索克维多多支持他的媒体 只有两个 一个是 就是美都电视 还有另外的一个是他旗下的一个报纸 仅占全国的3% 所以足以看到电视媒体 对于伯拉伯奥的这个影响和支持率 对 所以来到这个大选 印尼的大选越来越像美国的大选了 就是说 你要你要真正竞选总统这个职务 除非除了你个人形象 那你个人形象 你的才华可能只占那百分之三十 剩下百分之四五十都要靠这个传媒 再剩下百分之十几 要靠其他的因素 那我们看到呢 就是这个普拉伯奥应该是苏哈托的女婿吧 对 还没讲 那他有这个雄厚的经济势力 他自己也做过军人 那他的这整整体的历练 我们要说说起来的话 可能会比这个为 什么 左科威多多的稍微要强一点 但左科威多多的那种清明 清明特别是在这个雅加达这个城市 那个清明的那个形象 相当深入明清 相当深入明清 但是我们看回这个印尼 跟东南亚其他的国家 包括马来西亚 包括泰国 做一个比较 他刚才是谁说 是恩赐还是 还是爷爷 你讲的 他这个基本盘 对吧 其实你看到他没有很 每一个政党都没有说 很有说服力的一个基本盘 对 你找不到他那个基本盘的根源是什么 比如说泰国 咱们能找到他基本盘根源 比如说城市中产阶级了 这乡村的这个农民了 这是他的基本盘 那马来西亚也能找到他基本盘 比如说这个马来人 这个烟囱 他有他自己基本盘 华人烟囱 有他自己基本盘 但印尼呢 印尼有有有差不多 有一百多个民族 他其实族群是很广的 地域也很广 这文化氛围也也也很多元 所以你你不可能用他的那个什么 宗教 或者是这个 族群 或者是语言 或者是贫富 或者是这个农民 城市和郊区 或者是农民农村 这样子的来划分 其实没有 你今天看到的是没有 所以他是很有趣的 现在似乎可能要拿什么划分呢 就是说你的观众是谁 你的支持者可能是谁 对吧 就是说你你你这两个传门大亨 他两两个这个电视台群啊群组 那就可能笼络了差不多半数 甚至比半数更多以上的这些观众 而且这个电视台是有偏颇的 对 你吗 他是有偏颇的 其中美都电视台吗 一个电视台是直播 做科威多多的镜头比较多 一个电视台是直播 普拉伯奥的镜头比较多 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引起了人的诉讼了 说电视台能怎么能这样子的偏颇呢 不保持中立的态度 对 但事实上是这样子的 尤其是集团在后面的时候 操控着有自己的音声 他是四连电视台 四连电视台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怎么样 他愿意怎么样 他就怎么样对吧 在马来西亚其实你看每个北当大选的时候 国营电视台 私营电视台 因为都是国阵掌控的对吧 所以基本上没有给机会反对党在这个电视台里面去出现 或者做些宣传 有另外的一个情绪就是民族情绪 因为印度尼西亚人他们的民族情绪也是比较高的 我们是印度尼西亚人 之前看到一个报道 就是两个人为了争选民众的选票 他们就各自推出了一些经济刺激计划 这些经济刺激计划当中主要是就是减少外资的投资 来减少外资的投资 他把更多的精力和金钱和政治的一些资源投入到本地的民族企业建设当中 所以就让很多的人就会产生怀疑了 如果印尼趋向于保守的话 发展民族经济的话 那么是不是印尼他现在有百分 每年的增长率有百分之三点 而且是百分之五点几的经济成长 这一批的经济成长率 如果一旦他的转向发生转向之后 他的经济成长率还是那么高 我是劝印尼人 要学中国人 要学透 要吃透精神 也不是学表面 中国人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先把外资骗进来 然后再把外资赶出去 对吧 学了外资的一些经验 对对 他给本国带了一些经济利益和经验之后 再把他赶出去 发展民族 我们说到GDP 我们来看看欧盟的GDP 我们前阵子就有做了一个课题 跟大家稍微的一起来了解了欧盟的一些状况 包括他有一些所谓的经济危机等等 最近他们就要改变他们一些 这几个成员国 他们想要改变他们的GDP的计算方式 他们试图要把这个影子经济产生的受益 把它纳入计算里面 所谓的影子经济包括了几项 包括了卖银 就是一些性交易 还有包括这个贩毒 因为呢 这两项是其实有非常大的经济效应 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但是由于他之前是认为说这些都是一些 可能我们还要就比较正确的描述一下 这个影子经济 当然影子经济也有牌叫做黑色经济 灰色经济 甚至是这个地下经济 他为什么呢 因为他实际上他是有一些这个创造和产出的 他有一定价值的 但是呢 因为各种的原因呢 他不能够被计算到这个国民经济里面 影子经济是不是另外一层意思 他是正哪些 把哪些GTP含到整的GTP 当总值当中呢 他就包括卖银 包括贩毒 也包括地下走私 他有两个特征 他有两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呢 是介于可以是合法的 也可以是非法的 我们多数指的可能是非法的 第二个特征呢 是他不容易计算 因为他没有一个正常的那个 account这样子出来做 然后收盈多少 然后要做一个报税 没有这样的一个系统 他没有个正常的系统来计算 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影子经济了 影子经济 它是一种 确实它给目前的GDP的增长 带来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数 比较好的一个数字 数字啊 看了数字是比较好看的 但是对实体经济来说 它是一种 就是认为是虚的 虚的 它是这样子的 就是影子经济是存在的 过去呢 是你没把它算进去 比如说你的GDP是这个5% 那你没有算影子经济 你没有把它算进来 现在呢 你很牵强的 你把影子经济算进来 好了 你突然增加了1%了 就变成6%了 或者增加了两个percent 就变成2%了 他给我两个启示 第一个启示是什么呢 第一个启示 他只要增加一个百分点 他就是一个很很大的信心的变化 就是对不对 你看啊 就是说马来西亚你说 增长率是5% 一般意料中的 预算中的 突然告诉你 其实我们增长率是6% 你突然围之一震 你看 有这个蓬勃向上的那种感觉 对吧 这是美好的感觉 其实他这种的算法呢 把它拉进来的目的呢 就是这个目的 就是一样的 对 你看英国这方面 他也看了 就是一些政治意义 政治 政治层面上的一些意义 对 因为英国明年就迎来了大选了 因为在现在 就是执政的保守党 紧缩政治就引起了民怨了 如果使这个民怨可以消除的话 那他就采取影子经济 他把这些地下经济 包括卖英 包括发动地下经济都算进来 那么他的GDP层长就会很明显 很有一个很好看的数字出现了 所以民众这个怨声载道的声音 就被盖下去了 所以是政治的作用 还有外资投资的作用 非常好看 咱们举几个数字来看一下 就是说你纳入了影子经济之后 影子经济之后 在欧盟这些国家里面 有一些国家呢 是马上立马就见效 百分之一 你说匈牙利啦 立陶宛啦 波兰啦 这个拉 拉托维亚 如果百分之二 你就看就更多一些国家 捷克 意大利 这个斯洛伐克 马尔他 西班牙 葡萄牙 爱尔兰等等 这些国家 就立马就是百分之二了 那百分之三 就是什么呢 这个 比利时 德国 丹麦 法国 刚才你讲到英国 对不对 英国差不多百分之四 就是大家 他算进来的话 他占加百分之四 你想想看 如果他本来的这个GDP 只有百分之四 那再加一个百分之四 他就是百分之八了 对 他两个概念 一个百分之八 是超级的高 对不对 第二 如果你百分之四的话 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 哇 这个可能 这个影子经济的总量 比你国民经济的总量 来的还要大 对 或许我们可以再看一个数据 就是说 再来自他们的统计 就是所谓这些非法 毒品贩卖跟卖营业 所带来的这个GDP收盈中数 为四千五百五十亿美元 大概麻痹的话 已经算 用照的来算 已经是相等于GDP的总额的 百分之二点七 所以他这是逼近其他的行业 比如说农业 伐木业 渔业 或者是其他这些业的贡献的总和 甚至远远 就是高过这些娱乐会的博彩业 甚至还高过电影 我们就觉得电影赚大钱 那其实这些更高 对 这是在美国的情况 那我们再看一下 在刚才说英国 英国的情况 那是在2009年的时候 英国的GDP贡献是53亿英镑 那么他的贩毒活动 则贡献44亿英镑 其中欧洲的一些其他国家 你包括意大利 意大利他从今年四月份 就宣布将贩毒卖银和烟酒走私 收入计算入这体币当中 那么他的经济规模 一下子就增长了18% 并超过了英国 成为西方国家第四大经济体 同时荷兰也是他 他贩卖大麻的收入计算为咖啡店的收入 希腊呢 也是这样子的 但是有一个不好的例子就出现了 就希腊这方面 希腊在2006年的时候 调整了计算方法之后 就把贩毒和洗钱纳入了经济 结果一夜之间经济暴涨5% 但是欧盟最终拒绝接受这个数字 数年之后呢 希腊就陷入了欧债的金融危机 落得经济崩溃的下场 这是一个不好的下场 就像马来西亚一样了 马来西亚如果要把这个影子经济算进来 我们已经是先进国了 所以的时候有影子经济 经济主宰了一个国家 很大的一个走向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一项事项 或许也会改变一个国家 那我们其实在连日 其实网络上 或者是报章上 都有看到关于在 这个伊拉克的一些报道 那包括了这个组织 伊拉克以及 伊拉克以 里凡特伊斯兰国组织 是一个宗教极端组织 叫ISIL 那其实这个 根据一个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 其实这个组织在2006年 它就已经成立了 而且那时候 它的目标也非常明确 就是说要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建立一个跨边境的叙利派伊斯兰教国 那他们其实定期呢 都会发表一些报告来记录说 他们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 所以虽然现在大家忽然间看到 为什么伊拉克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 但其实这个组织已经是一步一步 从2006年来就开始要实现这样子的一个梦想 只是说现在进行的更大的一个 算是暴力事件或者恐怖袭击的事件 自杀式的或者是刺杀式的 都这些汽车爆炸案的时候 我们才好像发现到这件事情 而看到的这今天比较大份的报道呢 就看到让人比较心里很 有些有些感觉很沉重的 就是他们彰添了很多血腥的照片 那也包括了他们在一个地方叫做萨拉赫丁省 处决了1700多被俘虏的政府军 对1700多啊 这个数字是应该是这个组织爆出来的 是1700多 但是联合国这方面说爆的是死的 应该数百人约有一千多人受伤 但是伊拉克军方呢 说对于这个1700人这个数字 应该是可信的 应该是事实的 但是我我是要看咱们来谈谈 就是说怎么来看待这么样一个事件 这么样一个组织 这样子的一个极端的组织 他们要建一个伊斯兰国 而且要打破过去所已经拥有的 这个国家和边界 再重新化一个国家和边界 来成立一个伊斯兰国 这是一个一个新的问题 这个社会秩序 这个国际社会秩序 是不是要有所新的这个章法 有所新的这个章程 那为什么呢 就是说经过了好几个世纪 这国际国际间国家间 这个疆界一直有所改变 一直有所变化 一下是那边 一下是这边 然后几个世纪以来都打了很多的仗 但到今天为止了 人类好像已经非常厌倦了这个战争 但还有一些地方的人呢 似乎并不厌倦战争 尤其我们好像觉得说战争最大的受苦的都是普通民众老百姓嘛 那其实他们就看到在这个ISIL他们的宣传单子里面 他们的愿景是写着 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相比 改善他们的宗教更重要 所以他们的信念已经在这边了 所以他们觉得说宗教是一切 我不管说我厌不厌倦宗教 这个说法我不管 最重要是我可以达到我的目的 对 这个圣战组织和这个 就是伊拉克的军方 他们其实两个不同的派别 伊拉克官方政府军方呢 他们是主要是以神业派为主 那么这个圣战组织主要是以蓄尼派为主 所以双方都得到了不同人的支持 你包括伊拉克政府官方的是得到了伊朗的支持 伊朗他也是蓄尼派为主的一个政府 伊朗是伊朗 伊朗是那个 神业派 神业派为主的基础 所以说他是支持政府官方的 还有美国也稍稍微微的也在支持着 政府官方这个神业派这方面的 但是现在圣诞组织 他主要是来自于蓄尼派 蓄尼派主要是大家都也都知道 是应该在中东 是沙特阿拉伯 还有科威特这些中东的国家 比较蓄尼派比较多 也据消息啊 这些圣诞组织 他们背后的金主 他们背后的金钱来源于哪呢 就是来源于沙特这个地区 也许政府摆明摆着 他是不支持圣诞组织的 但是普通的民众是支持这个圣诞组织的 他们有源源不断的金钱 从沙特阿拉伯整个这个区域当中 去流入圣诞组织的内部 所以双方其实明摆着是互相的冲突 但是暗地里其实两个教派的一个冲突 一个是神业派 一个是蓄尼派 或者我们很长时间 有关注伊拉克的这个消息 当当初这个萨达姆统治伊拉克的时候呢 伊拉克就是在顺利派的统治之下 在萨达姆的时代呢 伊拉克跟伊朗之间呢 还产生过战争 还打过几打过一仗 打过一个相当相当长时间的一个战争 而且呢就是双方的损失了非常的惨重 那当美国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之后呢 其实他立的一个领袖 应该还是顺利派的 所以我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关注伊拉克 刚才你所谈到的 就是现在伊拉克政府是有实业派的 这个人在领导 在执政 这个我不是太了解 这一块 但是问题是 问题是就是说 难道这个就是那么简单 就是说是这个 还是顺利派和实业派之间的一场 一场这个 宗教上的 斗争吗 斗争 我觉得已经超越了这个范围 还有什么因素会让 就是两个宗教可以起 它不是两个宗教 或者是两个宗教的派别 我觉得现在就是已经有一些人呢 就是说他 他要实现他一些理想 一些目的 或者是理想 或者是目的 他就冠以宗教的这个名义来做 但是你刚才所说的 他说 我觉得这个改善生活 还不如改善你的宗教来得更好 那宗教如何改善呢 你这很可笑的一件事情 宗教你每天都在都在实习着 实践着你的宗教的义务 对吗 那你要如何去改善他呢 所以你要经历一个什么样子的国家 才是你所心目中的宗教国 其实是没有一个愿景的 是没有一个图像的 对 宗教如果是没有知识 作为语义的话 宗教也只能成为个人的宗教 也只能成为极端分子的宗教 也许他们这种想法 他们底下这些士兵 圣战组的这些士兵的想法 也许不能怪罪于他们 因为他们听上面的指示 上面说什么 我们就信什么 也许他们没有更多的知识 去了解什么是伊斯兰 什么是信仰 所以他所有的宗教信仰 全都是听上面的那个指示 上面那个说什么 他们就认定什么 上面认 那个认为这是圣战 这是为了阿拉而圣战 我们要 我们要极其努力去圣战 那么普通的这些民众们 普通的这些官兵们 他们也会听上面的指示 这是圣战 我死后会去上 我死后去和阿拉见面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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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来人的感觉可以很简单 如果你的关怀不要求还 只剩在一个人面对回忆的夜晚 付出最多的人最不勇敢 给爱的感觉总有些不安 怕给爱的人最后给难看 说话过后的天空怎么看都合脏 你的离开只有个答案 那就是背叛 没有谁被关心 天窗静止悲伤 我随寂寞流浪 对你的所有喜欢全面叛唤 剩下遗憾 使命在终点之前开始转换 你的谎被揭穿 你的谎被揭穿 谁偏管你或失去你的幻章 却怎么也写不出 给你的原谎 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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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提到的这个ISIL的圣战组织里面 所以这个就突然间让人觉得说 其实也并不是跟我们距离那么遥远 那其中我记得前阵子就有一些新闻报道就提到了 说他们有内政部或者是警方局有逮捕了一些涉及恐怖袭击的人士 那当时没有看到比较多的报道 就是说只是把他们带回去协助调查 或者是一些了解详情 后来才看到报报的这件事情 因为那时候就说可能他们会在这个社交媒体上 就是招兵买一把 那甚至在马来西亚也有 那目前已经有找到了 就知道说有30个人 其中呢更包括了在上个月26号 在一个算是自杀式的炸弹客啊 就是绑着炸弹然后就引爆 那就导致了25名的伊拉克军人丧命 在这个恐怖袭击当中绑着炸弹的这一位呢 就叫做阿莫达米米玛利奇 他就是马来西亚人 那之前我会想起政府一直说我们是逊尼派的政府 那么他们也指责伊斯兰党的某位高层是夜神派的信徒 十业派 对 十业派的信徒一直在混 这样的一个话题是精的 是很敏感的 你看到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 看到国外的这些情形 中东国家的这些战乱 其实无非从历史到现在以来 无非就是那么一个课题 一个是神业派的 一个是虚拟派的 双方的一些战争 所以这个课题真的是很敏感 我现在感觉到是什么呢 就是这么多年来 马来西亚虽然是一个穆斯林居多的国家 穆斯林国家 但是马来西亚历史上 从来就是一个非常温和的穆斯林国家 其实好像也不太觉得敏感这件事情 不 它温和就是说 它没有那种为宗教而打斗 什么这件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以前 就包括五一三事件 也不是个宗教世界 这个种族世界 那现在呢 就是资讯发达了 就是交往容易了 就很多马来西亚人受到了 这个极端思想的影响 就特别是在这个中亚 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些 伊斯兰极端思想的影响 那么现在有人通过各种渠道 比如说这个小型的会议啊 或者是那个社交媒体啊 就被招募就到了伊拉克 而且去参与伊拉克的这个战争 你试想一下啊 很多很多人 特别是华裔华裔的这个朋友啊 他可能很难想象的到这么一件事情 大家都说 我们在这里生活的不错 有饭吃 有衣服穿 有地方住啊 而且呢 稍微好一点 还有车 有什么都有 那你为什么要跑到伊拉克去打仗呢 那你为什么要到伊拉克去现身呢 那都把炸弹绑在自己身上 然后就做一个人肉炸弹 就是自杀式的去炸死人家呢 那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对你的家人有什么好处呢 对你的蹊跷有什么好处呢 都没有 那为什么你还要这么做呢 这个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 尤其是在这个这么温和的氛围里面 是怎么培养出这样子的一个 这么极端的思想跟行为的 所以就说这宗教里面呢 有的时候呢 会给人带来一些的迷失 但也不一定只是宗教能够带来迷失 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咱们讲的台湾的这个捷运 他也能够带来一些的迷失 对不对 所以所以呢 就是说今天呢 你很多情形啊 都是一些社会问题了 这个社会 那我们今天在对这个事件上 马来西亚政府的立场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个 阿门扎希就是内政部部长 出来说话了 这个东西 马来西亚政府呢 是坚决要要打击的 那我抓起来 我要给他判的 我要让他坐牢的 那就是非常严厉的这种方式 所以呢 我们今天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对于这种宗教情节 对于这种这个极端的这个情节 政府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政府是不是一个有权威的政府 还是已经完全丧失了这个权威了 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去管控了 你看之前 今天又有几个非政府组织 穆斯林的非政府组织 他们呢 就要求要求促总检察长辞职 有什么这样子的理由呢 他们认为总检察长是涉及了背叛的信仰 因此集体要求他辞职 而且他是引述了1995年 伊斯兰 雪兰和伊斯兰刑事罪刑法第七条文 他说 这条文是这么描述的 仅止任何违背伊斯兰教的学说和行为的罪名下 提供总检察长 也就是总检察长犯了这个罪了 这个罪他 他散播了一些有有违背于伊斯兰教的一些学说和行为 那散播了哪些行为和学说呢 也许就是因为他没有提供 他没有提供雪兰额圣经工会这件事情 所以就遭到了这些非政府组织十个穆斯林团体的一些不满了 这种行为似乎某种感觉上好像也是很极端的一种行为 对 我们是这样子讲 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另外的一个问题 就是宗教对峙 我今天在这个报章上有我一篇文章 就是烟囱政治下的这个宗教对峙 那今天这件事情你看到这些人出来 他要求这个总检察长辞职 他为了这个圣经工会的这个问题 那就是说跟基督教之间产生的这个矛盾 那么他用这个方式 你要知道 特别是华文读者 特别是这个基督徒 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会会非常生气 对吧 为什么这么极端呢 为什么这么这么 不要忘了 当你生气的同时 是两个宗教和两批人之间的这种对峙 对吗 所以这种对峙的情况 恩慈 咱们看他解决问题吗 没有 他不能解决问题 为什么 他不能解决问题 就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对不对 他解决不了问题 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上 他完全解决不了问题 然后就出现什么问题呢 就出现华人社群呢 也在说政府很笨的 这个东西你不认为他 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好这边也是同样的 说同样 这个总检察辞职 你看啊 这总检察长 他似乎得罪了两边 对 他碰或不碰 都会有一方不满 他得罪了两边 同样的 那个卡丽 他也得罪了两边 对吧 这总检察呢 但是回过头来 你仔细想一想 是什么 仔细想一想 我们这个政府 还是 还是站在中间的 还是中庸的 这已经是很难得的一件事了 我只能这么讲 我只能这么讲 现在你已经是很难得的一件事了 这些政府的官员 马来人 对吧 他现在站在中间 这已经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了 对吗 所以 我看应该是怎么样的 就是说 其实政府也没有权威了 现在也没有威信了 他也管不了了 不像马哈德的时期 马哈德的时期对这个 什么 这个宗教极端的 我还最记得 说抓就给抓了 就给逮起来了 你们不许搞这些东西 就给抓起来 全部抓起来 关在牢里面 不仅是关在牢里面 而且让他们自省 让他们写这个什么白皮书 就是自首 就是自己忏悔书 让他们去写 以后再也不搞这些 这极端的宗教了 才给他们放出来 对吧 你今天 那几敢做这事吗 他不敢做这个事 所以总警长长 他也不敢做这些事 这个总警长 他也不敢做这些事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 马来西亚 他不敢背后的原因 是因为这些非政府组织 穆斯林的非政府组织 他背后的支持者 是千千万万的马来人 所以他不敢去插手 我不认为 他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今天你整个 你把思想搞混乱了 你看啊 在以前啊 在以前 在308之前 和505之前 对吧 马来西亚 没有这种非政府组织 我告诉你 马来西亚 没有这种 伊斯兰的这种 什么土权组织啊 牧连县啊 之类的 这种非政府组织 没有 没有人一天到晚 叫嚣的人 这怎么出来的呢 也是巫通 把他培养出来的 不是 是 华裔社会 华裔社会和基督徒 把他们培养出来的 应该是大家培养出来的 对 这话没说错 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全体人民 集体的创意 这我们把它给培养起来 所以我们一直在不停的 在吵闹这件事情 结果呢 就培养了两边 所以现在呢 培养了两边之后呢 有一些人变成更加极端了 就是咱们说 这30个人跑到伊拉克去了 这个更加极端的 其实政府头也大了 其实我们不要 我们拿巴基斯坦 来做一个例子就好了 巴基斯坦就是介于这个之间的 他有很极端的 也有很中优的人 所以巴基斯坦的 这个 这个卡拉奇 他的这个首都啊 一天到晚 就是炸弹连连 咚 左一个炸弹 右一个炸弹 一下子 这个塔利班的人 也进来去打 最近不是袭击了 那个机场吗 是 是塔利班的 袭击了那个机场吗 所以 所以你看 这有什么好处 这样子的这种 这极端的宗教主义 有什么好处 恐怖 恐怖袭击 有什么好处 好 他做这件事还不要紧 这件事整个把西方人呢 或者是包括马来西人 就把他赖在穆斯林的头上了 他说 这伊斯兰教有什么好东西 都是这些无赖 都是这些 这个神经病 神经质 杀人不见血 杀人不见血的 魔鬼 对 所以 所以这就是咱们 当我们了解了这个宗教 怎么去 handle 怎么去处理的宗教的事物的时候呢 就是说 特别是 好像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大家懂得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 而且现在不断的 我觉得是在埋下的种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 真的会爆发 不断的在踩地雷 不断的在踩地雷 还是变成一个 气势炸弹的感觉 对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应该要很深深入的研究 但我们今天研究不了 为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烟痛社会里面 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烟痛角度来 一旦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看一旦这个穆斯林组织出来轰闹的时候 你看另外一边乡 他有另外一部分这个NGO的组织也会出来 就是行动党 你没有看到行动党去报案吗 发动上百个报案 就为哪件事呢 为那个卡丽的那件事 所以是两方面他们都为难了 有什么差别呢 你看行动党跟这些穆斯林组织有什么差别呢 这一丘之祸 所以大家的做法都差不多 大家做法是一样的 虽然不知道听众是怎样想的 但是想想来龙去脉 想想它产生的结果 想想它内部的一些操作 也许某些 也许是不同的组织 但是某些达成的效果就是一致的 一致的 那其实在两方面所社会所引起的反应 或许呢也是一致的了 魏无疑尔 魏无疑尘 medios声器 眼望 trace 算了 anal 交代理知 魏无 就让青春心急中睁开 太阳也期待 我心爱开脱自己的存在 我的人生的我 自己的梦就要做得精彩 要状况成人的意外 我像中海 我要这里守抠 我要无所不在 我期待到海 我要用我的桌 我要世界摸摆 我 我要用热情将青春挂开 我会写大破了 就让梦想一枪中睁开 我会写花开了 我的未来谁都无法期待 自己找出了几个梦 自己的梦就要自己竹开 要不少最良的存在 我 想中海 我 要这里守抠 我 我 要无所不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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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待到来 我 要用我脱了 我 要是天后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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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这样子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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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的拿都斯里加米尔 他就提出了一个相当具有争议性的话 他就说根据历史跟马来统治者掌管各州属伊斯兰事务的事实 看来他认为马来西亚并不是世俗国 他这样的话直接马哈迪就批过去了 这样的批说尽管大马从意识形态上 被定义为伊斯兰国 但却不被法律定义为伊斯兰国 所以他只批加马尔你说的是错误的 你别别别吃我 加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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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错误的 不过他这样的担忧是有理有据的 你看之前我们说这个穆斯林宗教团体 他控告总检察长 他是以伊斯兰条文控告的总检察长 但是总检察长是以民事法是以联邦宪法来定的这个案件 就是说圣经公会这个这个 归还圣经这个事情是以联邦宪法是以民事法来定这个 不是民事法是联邦宪法行刑法 行事法典来定义这个案件的 所以作为总检察长这方面 他是他是个穆斯林 但是他更是全国各族群的总检察长 他的立场是站在那是站在伊斯兰的立场上 去治理整个国家 还是站在全 是全马来西亚人的总检察长的位置上来治理国家 他必须有伊斯兰的理念 然后呢站在全马来西亚人的立场上来治理这个国家 我觉得马哈蒂要表达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伊斯兰理念呢 他应该是公平的 他应该是这个仁慈的 对吧 那么我们看回来 马哈蒂虽然说了这句话 但是呢 不要忘了 这些年来啊 马哈蒂被描述成一个魔头 就是个魔鬼 他把整个司法系统给搞乱了 但他今天说这个话的时候呢 你突然呢 有的时候又会想起他的好 有的时候人是这样子的 你会想起他的好 那么你又觉得什么呢 你又觉得纳吉 你看很少这个事情去出声 就让你们自己去说吧 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 所以现在你看整个在这个对伊斯兰这个课题是个什么状况呢 是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对吧 这是意思各说各话吗 就是大家都有自己来发表看法 你不只是说这个穆斯林有看法 或者是基督徒有他的看法 或者是华人有他的看法 印度人有他的看法 在马来人中间穆斯林中间也是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这样的看法有 那样的看法有 什么样子的看法都有 OK 长期以往这样子下去 大家会觉得什么 会有什么感觉 长期怎么样 就是这是百花齐放 就是大家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怎么说都可以 你们不是要民主吗 你们不是要言论自由吗 就给你们 给你们你们就这么讲 到最后最后下来什么 就大家只好求求首相 首相 你在哪 首相 你怎么不说话 首相 你到底出来主事公道一下 首相 你要为民做主 等等的这些话都会出来 他一定的 到最后首相就拍板了 大家都不要吵了 马来西亚 不是一个世俗国 也不是一个伊斯兰国 可以了吧 你满意了吧 然后两边都去报警 不用报警 我的意思是说两边都不满了 你太中立的话 就像刚才讲 两边都不亲的时候 一方面就会想 也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状况 两边都得罪了 对 这也不过你这样子的回答 也是纳吉的性格所表达出来的 纳吉性格就是这样的 他也不愿意承认国家是伊斯兰国 他也不愿意承认国家是世俗国 但是他作为一国首相 应该有一个定义 他问题是这样子 现在你不付权给他 现在你要说 你只是47%的政府 对吧 47%还是政府 他依然是政府 你只能代表47%的人 所以我就软弱了 我不说话了 对吧 因为我一说话 52%的人来对着我来怎么办 我怕 I scan 但那是他医院 不管他是百分之多少 他是政府就是政府 他有什么好怕的 你说他有什么好怕的 你弄不弄就往我嘴里面灌弄菜 对不对 那我怎么不怕呢 我怕 然后呢 你又说要c4我 然后又把我老婆的头发 画得那么喷 对吧 他本来就是很喷 但是无论怎样 作为一国首相 他他确实有42%的支持 有50%多的支持名联 但是他作为 既然选举 他自己也说嘛 既然作为选举 哪怕有42%的人支持我 那么选举 也是我在做政府 大家要遵守游戏规则 那么在我做政府的情况下 那么我就有这个责任 为国家负责 为人民负责 所以他有这个责任去说出来 现在纳吉的策略 跟马拉雅的策略是绝对不一样的 马拉雅是一个强人 他用强势 对吧 他用强势 但是今天实际上已经不适合用强势了 你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支持率了 你的支持率其实很低的 所以当如果你还今天用马拉雅的这种强势的话 就人民就会用愤怒来回应他 怎么拿愤怒来回应他呢 就是709我们上街吧 428我们走出去吧 对不对 我们去包围国会吧 我们占领独立广场吧 用这种愤怒去回应他 所以纳吉呢 他现在用的是一种软弱的平衡的策略 平衡的策略是什么呢 我就是很简单 那我就是用这个 这个什么 你干嘛 我又干嘛 对 用一个右派去为难你左派 用一个右派去为难你左派 对吧 用一个土权去消耗你的华总 是吧 用默罕默德去对峙这个耶稣 对吧 然后就用这个什么 就你上街我也上街 你出这招我也出这招 你出这个什么 是 然后 一心法我也来一心法 对呀 用一心法去去耗损这个什么 行动党和这个伊斯兰党 对吧 最终还让那个用马来特权 去跟这个非马来人去对话 去对话吧 你就说 你不喜欢马来人特权 对不对 你有马来人特权 对不对 你们俩对话了 那怎么对话呀 我问你怎么对话 你不喜欢马来人特权 对不对 你就说 你们拐杖一卒 怎么怎么怎么的 那你是马来人 我本来就有马来人特权 那你俩人对话 我不希望我的特权 对不对 两人对话了 两人对话 有结果吗 没有结果 没结果怎么样 你会出现 整个华人 整个这个什么基督徒 在干什么 在请 首相 你来出来吧 主持一个公道吧 不能再这样了 对不对 就是形成这样子的一种 一种局面 你说到没有结果的局面 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 总是让人觉得 没有结果的报告 是啊 我们已经好多次都会看 今天大张很大篇幅 来这个稽查报告 那我们也过去 也跟大家提过好几次了 那包括依然是感觉 有一些洞是没有堵住了 就像是买贵了的事件 还是在这一次依然看到 包括一些长凳 就花了700多块 花了2500 那种类似的案件 很多 或者是买 都是比市价贵 贵出一些 这个总额贵很多的方式呢 购买回来 那也包括了一些 像是一些合约 尤其在媒体 媒体部分 通讯媒体部分 也是采购了一些电视节目 那有高达的数 可以到1亿 130多令吉 但是呢 其中有400多个节目 是没有合约的 没有证实说 我跟你购买了 这样子的合约 所以这些报告呢 还是很多时候 你看了就过去了 大家好像没有说真的 了解说过后 是否有什么行动 可以把这些漏洞给堵住 那你看啊 你拿1000多万的这个合约 来除一下吧 来除一下 结果呢 除的结果将近什么 什么结果呢 就是一个节目 他400多个节目 他一个节目 差不多是100万 其实他总共 在整个426个电视节目里面 而且你看说 每一个已经花了这么多钱 对不对 他其中413个 是没有一个正式签署合约的 没有合约 对 这个情况呢 也很 也很普通 也很正常 你们合约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 对不对 问题是这样子 咱们来看到这个 总检验署的这个 计达报告 原来呢 是每年一次 后来呢 纳吉上台之后呢 他现在要他是 每年三次 每年就查三次 而且这三次都要公布出来 这个阿门烂呢 这个人呢 我其实很讨厌这个人 为什么 为什么讨厌他 我跟他有牙齿痕 啊 顾摇过 对 就是我很讨厌这个人 但是呢 就是说 他现在做出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来讲 我觉得 我觉得呢 他有利有弊 利是什么呢 利就是揭露出来 这个政府的这个机构里面 有很多这种 让人觉得非常 恶然的 就是觉得口灯木呆 对吧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但是久而久之了 他每过去是每年一次 然后我们就大家评论 哇 一来说 骂完了 第二年又来一次 哇 骂完了 现在呢 你要骂三次 开始麻木的是吧 对了 你懂了吧 现在你对这点事情 已经麻木了 昨天我听到那个 昨天我听到我们留点阿山的那个节目 说教育大蓝图的事情 教育大蓝图其中这个嘉宾就反复的在强调 这教育大蓝图都是好的 目标也都是好的 最重要的该怎么去做 怎么去实施 这是最重要的 一步一步怎么去实施 但是现在我们看那个总基查识报告 每年都有 每年都出来 但是事实上好像问题还似乎都没有解决 怎样才能解决 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事情出现 这是总基查识应该是另外的一个职责和功能 没错 这总基查识的功能 那个职责 好像感觉说我只要追出来就好了 就不要忘了 他还是另外一个人 一个部门的职责 另外一个党派的职责 就是反对党的职责 反对党也应该给出一个 一个这个什么 相应的解决方案出来 你应该说怎么样 怎么样你才能够避免这样子的这些问题 因为我是审计署 你没有听说过你请一个奥地帮你来审计的时候 你还让他给你一个解决方案 对吧 他没有没有这个义务去给你这个解决方案 当然你可以要求他给你解决这个方案 不过要钱给钱 给钱我给你方案 你不给钱我不给你方案 对吧 这就是这个审计公司做事情的一个一种方式了 当然这反正国家要给钱也是从这口袋进到那个口袋 看来拒绝这种现象的出现 还是全民都是有责的 无论是反对党还是执政党都是有责的 那么执政党的责任应该是更大一点 但反对党也不说是没有责任 他们应该付出 他们应该应该做出的责任 有一个具体的详细方案 怎样去避免这样的事情 至少如果说政府不采取你的方案 至少我提出来了 这是反对党应该做的 是那说到这个责任的时候 可能媒体也有一定的责任 那说到媒体的有趣的了 就是在应该是上个星期周末的时候 就有一些媒体跟政党人士一来一回的 叫什么呢 火花 火花 但是誓言到就关乎到那个在雪州 本来就是有这个伊斯兰人形式法要讨论 这不是在雪州落成吗 然后杨小双也一开始是同意 说让他可以进行辩论 但是后来巫统就把他给撤回了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各个有各样的说法 我们也看到秋公要求博士 他本身也有发表了文章 他首先是这么回事 首先呢 那个郑明贤在新路日报的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里面呢 就批评杨小双 说杨小双太嫩了 就是啥也不懂 这样子轻易的就让巫统就把这个放进去了 将来有多大的这个影响 会造成多大的这个什么困扰 伤害对这个社会 就是哗啦一顿的批评 而且讲到这个行动党呢 在这个事情上呢 做了罪人 大概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下呢 先是惹翻了这个林冠英了 林冠英就指责新州日报呢 干嘛这样子是说行动党是在帮着巫统 来搞这个事情 就说这个新州日报呢 完全是站在巫统的这个立场上 那他这样子批评了新州日报之后呢 也让也让什么呢 也让新州日报呢 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 在新州日报就就另外就回应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写的挺长 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就是这个题目是什么 来着什么根深不怕风雨摇啊 这个深圳啊不怕影子歪 就是说说自己是很伟大的 自己是很正确的 所以他说我也要提供篇幅给行动党啊 然后我在这个世界上 我也有批评国阵啊 你为什么要把我标签成说 我是支持武统 对他以前惯用的时候 我是很中立的很持平的 现在不敢说中立两个字了 这中立两个给用烂了 现在用的是独立两个字了 独立持平 我说两边都有批评 其实很明显的这个新州 就是对这件事情呢 就是要表白自己了 就是说他没有没有这个什么 站在国阵的这个立场上 紧接着紧接着 邱光耀呢就有一篇文章 他说他给了这个新州 给退回来 那事实怎么样 我不清楚 但至少这篇文章呢 是刊在这个当今大马的网站上面了 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我也看了一下 他无非呢 就是先表扬了一下杨小霜 然后呢就开始刷新州 刷刷刷刷 刷新州 就现在 这个我们不管谁是谁非 暂时不去理他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说 现在总算是 冲撞出一些火花了 那我们看回这从大选前到现在 这个 新州跟河行总长之间的这点恩怨 那么之前呢 就邱光耀属宣是跟这个新州呢 就留下了 积下了这个恩怨了 新州呢在 利用小白就不断的就批评这个 旧光耀 旧光耀呢也就是公开的和新州呢 就打了一台 就就冲撞起来了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新州日报 你还记得吗 有一次这个林冠英跟蔡希利 有一场辩论 那这场辩论的时候呢 新州日报呢就采取了一些一些手法 一些编排的这个手法 就大肆的就是宣传 马滑 然后呢就把这个 这个什么 行动党呢是有点冷落 但是那件事情上呢 林冠英呢 非但没有责怪新州日报 反而赞扬是新州日报呢 是一个有水准的国际的这个大报 特别是在这个 在这个小白和邱光耀 跟新州之间的这个恩怨上面 他说了这番话 那么 当时为什么没有 没有跟那个新州拉下来脸呢 当时我的看法啊 这我主观的采测 是因为大选前还仍然是需要 这个新州呢 给予一些报道 给予一些支持 但是如果那个时候 是跟这个新州日报之间呢 就是拉下脸的话呢 我相信这个新州的损失呢 是更加的惨重 但是今天来到这一步的时候呢 我看新州是已经得招了这个机会 因为行动党在大选之后呢 不断犯错 也积累了相当的这个名愿 那新州在这个时候呢 出去一拳 可能让行动党有点感受 招架不住 也让一些人有些大快人心 今天吃了ですね Suppто 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